土地又开始不舒服 我刚才看着一只羊 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峰上走 在喜马拉雅山峰上走 好像在那个最顶上 看在喜马拉雅山的最顶上 就是像一个山群一样高起来的地方 那个羊在喜马拉雅山最高的地方 最高的地方 羊往底边看下面都悬崖 都是比较低的 又也低 正在这个时刻 我看见牵上一个飞碟过来 飞碟过来 把羊提起来 送到半山腰去了 把它送下去了 为什么 那个这么高的地方 也没有植物吃 也没有植物吃 另外一个 在那边好像 对羊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价值 跑到那边 所以 那飞碟看到了就直接把它送下去了 直接送下去了 这说明呢 经过一段时间能够观察 外星人知道 什么样的动物应该生活在什么位置上 这样的事情 它都靠近信息了 都靠近信息了 说明呢 外星人呢 对我们地球员生活 还是很友好 还是很友好 好 我们先看这些 看在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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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